妈妈出轨了 是我亲眼所见 那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耻辱记忆 2018年国庆节 趁妈妈也放假 我们计划在附近景区去玩 真正放假后 他又说之前工作过的餐馆缺人手 老板请他去帮两天忙 我虽然不高兴 但还是答应了 假期第一天 我在中午给妈妈打电话 问他 您在忙吗 电话那头 妈妈的语气有些不耐 好像有些慌张 只匆匆说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我有些疑惑 但想着饭点人太多 他有些忙 我想了想 决定趁他中午休息的时候 去餐馆找他说说话 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 到了餐馆 我一眼就看到妈妈 刚想喊他 他却脱了围裙往后门走 脚步急促 脸上还带着笑容 一点也没注意到我 我的心忽然咯瞪一下 隐约觉得有什么不对 人也下意识地跟了上去 小巷子里 妈妈和一个男人面对面站着 脸贴得很近 兴奋地说着什么 下一秒 他娇羞地靠在了那个男人肩上 眼前的场景犹如晴天霹雳 我的妈妈 在上班之余 靠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肩上 出轨两个字在我脑海里盘旋 可我无论如何 都不愿将这两个字 跟我妈妈联系在一起 随后 他们两人并肩进了商场 我悄悄跟在他们后面 为了不被发现 就近买了一顶帽子做遮掩 他们一直在商场闲逛 最后走进一家品牌鞋店 那个男人拿了很多鞋子 让妈妈试穿 美是一双 那个男人就点头微笑 像急了一对刚坠入爱河的情侣 我看着那双在明亮崭新的鞋店里 显得灰头土脸的就鞋子 眼眶发酸 或许 在此刻幸福的妈妈眼中 我和爸爸也已经成为了那双可以扔掉的就鞋子 我就跟在他们的不远处 看他们亲的的挽着手走出鞋垫 看他们在巷子里吻别 直到妈妈独自回到餐馆 回家后 我把帽子藏起来 脑子里一团乱麻 仿佛一盆冷水劈头盖脑的浇下来 整个人被冻住了一般 不敢相信妈妈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掐着大腿想让这个梦醒过来 可清晰的痛感让我明白我看到的是真的 随后我一直在想 该怎么开口问妈妈这件事 怎么避免和她争吵 怎么做才能让她不跟那个男人再联系 怎么做才能让这个家保持完整 这件事 我又该不该让爸爸知道呢 我坐在沙发上盯着门口 等妈妈回家 晚上八点左右 门口传来索性转动的声音 妈妈进屋看见我在发呆 有些惊讶地问道 呆坐在这里干什么 吃饭了没 已经吃过了 她一边换鞋 一边头也没抬 又问我吃的什么 我只说随便买了吃的 她也就没再多问 提着手里的鞋盒冲我晃了晃 哼着歌 走进卧室 我随她一起进到卧室 她拿出一双黑色的皮鞋让我试试 笑着说 我当时一眼就看中了 你穿着肯定好看 我拿着鞋子问她 怎么不带着我去买呢 万一穿着不合适呢 午休时间短 叫你过去的话 时间来不及了 要是不合适 或者不喜欢 还可以退换 她低着头 试穿另一双鞋子 甚至满意的左看右看 面不改色的撒谎 瞧她那轻飘飘的语气 鞋子可以退换 那是不是她的丈夫 也可以退换 眼前的妈妈 让我觉得无比陌生 我怕自己会忍不住哭出来 放下鞋子 逃逝的离开了房间 爸爸晚上十点才回家 我在房间里听到 妈妈一如既往的给她倒水热饭 语气温柔的说道 辛苦了 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整晚翻来覆去 五脏六腑 好像针扎一样疼 直到天亮 才迷迷糊糊的睡着 但好像做了噩梦 耳朵周围 好像有好多人在吵架 又时不时能听到擦皮鞋的声音 等醒来的时候 他们都出门了 我简单洗漱下 中午又去了餐馆后门 戴着帽子 坐在离餐馆不远的 馄饨摊边上 看妈妈会不会继续 跟那个男人见面 果不其然 那个男人又来了 这次男人骑着电动车 载着妈妈走了 我原本想跟上去 但是担心追不上 会被他们发现 就一直坐在摊位上 等他们回来 约末两个小时 妈妈独自回到餐馆 手里提着一大袋零食 她低着头 含羞带笑 脚步轻快 时不时回头 朝小巷子的方向挥手 等妈妈进了餐馆 我鬼使神差 朝着那个男人 离开的方向跑去 远远看见他拐进竹马路 看他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晚上妈妈回家 把那一大包零食丢给我 我打开 全是我爱吃的 比起爸爸的包容和付出 那个男人廉价的讨好 似乎更能让妈妈展开笑颜 竟让他不顾家庭 不顾羞耻 那些零食 大多被我丢进了垃圾桶 或是直接拿到妈妈面前 讽刺难吃 味道恶心 妈妈看了我反常的举动 似乎有些惊讶 但什么都没说 此后几天 我都会去餐馆后门 偶尔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 我也学着他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撒谎 那个男人每天都来 每次来都会带些东西给妈妈 妈妈也毫不避讳的 把这些东西带回家里 爸爸因为假期加班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每天都沉浸在这件事里面 白天躲在妈妈的餐馆附近 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原本开心的国庆假期 我的头顶却笼罩着应云 我像个跟踪狂一样 每天看着妈妈和别的男人约会 在家时 是好妻子 好母亲 在那个男人面前 却是罔顾道德 家庭和亲情的婚内出轨者 假期结束 妈妈接着就回原来的小吃店上班 我因为工作也回了公司宿舍 但我没有放弃 小吃店附近有个书店 在二楼 角落里有个窗子正对着小吃店的后门 周六周日午后 我就坐在那个窗子边洋装看书 偷偷盯着小吃店 看妈妈与那个继续男人来往 那个男人一般在下午两点左右到小吃店坐坐 看起来和老板娘很熟络 他走了不一会儿 妈妈也跟着离开 快四点的时候 妈妈独自回来 每天如此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抱着怎样的心理 连续好几个周末 偷偷看妈妈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我既不敢开口问妈妈 也不敢跟爸爸讲 有天下午 我在书店突然被几个人围起来 其中有书店的管理员和两个保安 他们把我带到楼下保安室 打量着问我 你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 我 没干什么 我很慌张 说话也结结巴巴的 这在他们看来肯定觉得更可疑 这里的管理员已经观察你很长时间了 周末坐在这里不看书 你在干什么 他们见我还沉默着 声音又提高了一度 吼道 你有没有偷东西 你最好不要撒谎 我心里又怕又委屈 哭着说 我 我没有偷东西 我在这里 哎呀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 也没有影响其他人 真的 僵持不下 最后我把身份证掏出来给他们看 撒谎说明缘由 他们将信将疑 请我离开书店 我出来后 他们还在我后面跟了一段路 看到我上公交车了才返回 当了二十几年的好孩子 第一次体会谎言给我带来的好处 虚假的话张口就来 甚至隐隐期待骗取别人的信任 书店不方便再去 我又去小吃店附近找了个发传单的兼职 躲在小巷子里一边发传单一边盯着小吃店 天气越来越冷 巷子里风尤其大 冻得我鼻涕直流 传单也只发了一天 管事的人说我偷懒不认真 就不要我再去 妈妈差不多晚上十点下班 有时候她回家的时候 我已经躺下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所以干脆避免跟她碰面 有天她回来的时候 碰巧我还在沙发上坐着 她换了鞋就说要去睡了 我问她 您不洗澡吗 她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一样 说 哎呦 我都差点忘记了 累死了 下班回家了就只想睡 说完就拿衣服进了浴室 我想起 她经常下班回家就直接睡了 也没有去洗漱 小吃店地方小封闭 一天下来又出汗又有油污 可她身上香香的 没有一丝油烟的味道 我心里疑惑 妈妈是个格外干净的人 她从前每天下班回来都会洗澡 除非她在外面洗了澡才回来 妈妈偶尔加班 凌晨才会回来 每当这样的夜晚 我就坐立不安 在床上躺一会 又起来趴到窗边看楼下 她肯定和那个男人在一起 她们去了哪里 她们是不是正躺在一张床上 那段时间 我脑子里全是这件事 噩梦连连 白天根本没精神 工作效率直线下降 这件事就像一团越烧越旺的火 在我的心交不灭 临不息 能稍稍让我平静一些的 只有妈妈回家的脚步声 起码这一刻 我觉得 我的家是完整的 年底公司项目很赶 我也要跟着加班测试 工作的忙碌 让我暂时忘记这件事带给我的困扰 有时候休息日 我也借口加班不见爸妈 在宿舍蒙头睡一天 腊月后公司只有收尾工作 我稍稍清闲一些 纵然不愿面对 可我还是决定周末回家 在观察妈妈 妈妈加班少了 大多都在十点左右就回家 有几次我故意提醒她去洗澡 然后打算去翻她的手机 结果发现她把手机也带进了浴室 一次我无意间看到有个号码没有备注 妈妈也总是避开我们才接 接完后掩盖不住脸上的笑意 这个号码一直在通讯录里 通话记录被她删得干干净净的 我找了个机会 悄悄把这个号码记下了 之后有天妈妈调休 中午在家里午睡 我偷偷拿她了的手机 打开微信查看关于那个男人的蛛丝马迹 结果并没有找到 我又在微信上搜索那个手机号 那个男人的信息赫然出现在屏幕上 微信头像就是那个男人的照片 两人的聊天记录是空白 我翻了一遍那个男人的朋友圈 发现妈妈和她从14年就已经有过互动 14年的冬天 他们两个甚至出去旅游过一次 四年多时间 她这么肆无忌惮和那个男人来往 却又让我们毫无察觉 她竟然瞒得这样好 我记得14年的暑假 我刚教会妈妈使用微信 那时候有个叫摇一摇的功能很流行 她当时觉得好玩 用这个功能添加了几个好友 不过那些男人开口就问些无聊的问题 她就把他们删掉了 唯独留了那个男人的微信 之后好几次我看妈妈的手机 微信都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通话和短期也没有 单从手机上看不出任何破绽 天气更冷一些后 有次我眼睛发泡疹 妈妈请假陪我去医院检查 回家后她坐在卧室床上 捧着手机在屏幕上写写画画 我心下猜测 她是在跟那个男人聊天 正巧那个时候妈妈买的冰箱送来了 她把手机扔床上 就去厨房给冰箱疼地方 我趁乱打开她的手机 果然是在跟那个男人聊天 早上好 亲爱的 早上好 我想念你 亲爱的 我也想念你 亲爱的 我今天买了几个橘子 给你带过去吧 亲爱的 今天我女儿不舒服 我请假了 你也不用去店里了 亲爱的 见不到你我非常难受 我非常想念你 亲爱的 聊天中 那个男人还给妈妈发了两个红包 我点开看了 一个1.88元 一个5.2元 那种中年人之间常见的问候方式 他们有时候以夫妻相称 妈妈经常会跟那个男人聊起我的事情 他竟然亲密地称呼我为我们女儿 这让我直犯恶心 我有打开短信 里面有一条最新已读的 是那个男人发来的 一张只穿着内裤胯下的照片 配此露骨 让人不忍直视 我骚得脸红到耳根 胃里呼的一阵静挛 差点吐出来 可我更恶心他们提及我 这又给了我莫大的羞耻感 他似乎自信地以为 我会跟他一样 抛弃爸爸 跟那个男人再组成新的一家三口 我突然有些憎恶妈妈 他这样做 等于拿走爸爸的一切 爸爸有什么错 要被他这样对待 我咬牙强人眼泪 可偏偏眼泪呈现 顺着脸颊低落 我用自己的手机 把聊天记录拍下来 心里愤愤地想 虽然羞于拿出手 但这些都是出轨的证据 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 从我发现妈妈出轨到现在 我跟踪她 查她手机 这些行径像急了老公出轨的怨妇 我每次都想问妈妈 但话真的到了嘴边又说不出来 我不敢想象我们母女俩聊起这样事 场面是多么难堪 当然 我更无法和爸爸开口 一直到他放假前的每个周末 我都在中午一点左右去他店里 有时候待到下午四点才回家 第一次去的时候 店里还有几个客人 妈妈在擦桌子 见到我瞪大了眼睛 惊讶地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我一个人在家里太无聊了 来店里玩玩可以吗 妈妈的惊慌让我有一丝得意 妈妈善笑说道 当然可以 店里的客人渐渐都离开了 我抬头看着墙上的钟表 时针渐渐靠近两点 这时候那个男人从后门走进来 见到我 那个男人明显愣住了 我打量着他 冷笑道 时间妈妈急忙走到我面前 附和道 对 现在休息 他手里拿着抹布 无意识地在桌子上来回擦拭 回避我直勾勾的眼神 悄悄冲着那个男人识眼色 那个男人把目光移到我身上 尴尬一笑 走到门外跟老板娘攀谈起来 妈妈把手里的抹布叠好又打开 时不时偷瞄一眼门外 但始终不肯跟我有眼神交流 之后我再去店里 那个男人就没出现过了 我企图用这种方式来断了他们的来往 但我知道这是无用功 我逐渐习惯撒谎 骗家里说周末加班 实际上借了朋友的电动车躲在小吃店附近 果然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就跟那个男人在一起 看到那个男人载着妈妈走了 我也连忙跟上 大约几分钟车程 他们在一个很老的小区下车 小区大门秀气斑斑 眼看就要脱落 附近住的都是些老人 周围很安静 我躲在围墙边 看到两人很亲密地挽着手 两人进了一楼的房子 过了挺久才出来 那个男人把妈妈送到门口拦车 看见妈妈上车走了才回屋 我看小区楼道里没装摄像头 脑子一热 就给那个男人的房门上塞字条 上面写153 你欠钱不还 你不算男人 还在小区好多地方 把他的号码写在墙上 标注疏通下水道 紧急开锁 家政等等更加离谱的小广告 甚至在他的房门上拍过臭鸡蛋 不过这样做 我心里没有一点痛快 时间流逝 我备受煎熬 春节将至 爸爸腊月21就放假了 我和妈妈都请了几天假 准备一家人在腊月22回老家 腊月21日午后 妈妈正式放假 她洗完澡 换了一身漂亮的衣裳 在镜子面前来回走动 并问我 这件好看吗 你要出门 我站在妈妈面前挡住镜子 对 这不是年底放假了吗 老板娘请我们员工去吃个饭 算是团年了 妈妈扶着我的肩膀拨开我 重新站到镜子面前 向我说明她出门的原因 我当然不信 妈妈见我不再说话 又问了一遍 我穿这件好看吗 这样的谎言我听了大半年 一股怒火由心底直冒到脑门 我低吼说 你是穿出去给别人看的 我的意见根本不重要 说完就去了客厅 不再理她 我从小都非常乖巧 从不跟爸妈顶嘴胡闹 妈妈有些意外 也有些生气 质问我 你是不是吃了炸药 是 我仰着脸反击 直到走出家门 妈妈都没再跟我说一句话 没再看我一眼 她衣着鲜亮 眼神里全是期待 直觉告诉我 她出门是为了见那个男人 我不知道他们会去哪里 凭着感觉 静止到妈妈工作的小吃店 看到妈妈正在跟老板娘聊天 她竟然真的是来这里吃饭的 我心里应刚刚对她的态度有些内疚 可下一秒那个男人就出现了 她揽着妈妈的肩膀 而语几句 妈妈娇羞地捶了捶她的肩膀 两人跟着老板娘一起进了店内 这是一顿只有妈妈和那个男人的团年饭 腊月里 原本冷清的老街都热闹起来 可是天是真的冷啊 我的四肢已经冻得麻木 穿堂寒风呼啸地掠过我的脸 感觉有什么东西从我脸上划过 凉凉的 痒痒的 是鼻涕还是眼泪分不清楚 不知道等了多久 他们两人一起走出来 手挽着手朝另一条街走去 我跟在他们身后 木然地看到他们走到那个男人的小区 然后进屋关门 那天我沿着原路 慢慢地走回了家里 我想起 妈妈已经好久没有带着我一起逛街了 她回到家总是说累了先睡了 偶尔爸爸拜托的事情她忘记了 也只是撒娇说下次一定不忘就算了 原来我们这个家早就出现了问题 晚上爸爸被几个工友叫去吃酒 我和我妈妈歪在沙发里看电视 正巧电视里在上演一个男人背着老婆搞外遇的戏码 他一边赞美身边的女人 一边抱怨自己老婆的种种 说自己老婆不再貌美 既无趣又啰嗦 我瞟一眼看得津津有味的妈妈 说怎么老有这样背着家人出轨的人呢 他们觉得刺激啊 妈妈边笑边说道 我觉得这不叫刺激 这叫不要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吗 妈妈觉得这好像理所当然 那就非要在婚内去追求吗 就不能干脆离婚了 大大方方去追求吗 那可能别人有孩子了 为了孩子选择不离婚呢 妈妈这话 听起来好像还是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要真是为了孩子就不会出轨 沉默了一会儿 我妈妈说起 她之前上班的地方的两对夫妻 她说这两对夫妻都出轨了 而且出轨对象就是另一对夫妻 他们四个人相互都知道 有时候四个人还在一起吃饭 她竟然能风轻云淡地聊这些 我觉得羞耻 拔高声音冲她吼 你说这些做什么 无不无聊 我妈妈可能也惊吓到了 白了我一眼就起身去卧室 聊天不欢而散 腊月二十二早上 爸爸过完早再往低视车上装行李 我和我妈妈还在早餐探吃东西 妈妈突然望着我背后在笑 我转头居然看到那个男人正朝我们这边走 妈妈大方地和那个男的打招呼 跟我说这是经常去他们小吃店的客人 我既没有抬头看那个男人一眼 也没有打招呼 那个男人望着我说 小姑娘 给你买几个柚子在路上吃 我吃柚子拉锡 我头也没抬 厌恶地说道 妈妈扯了扯我的手 还对我做了个醋眉的动作 我并没理会 然后她看向那个男人 一脸娇羞 双眼含笑 爸爸就在附近 而我就在他面前 他就这样放肆地和别的男人眉目传情 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丝毫不把我们这个家庭放在眼里 我当时连先了早餐他那心都有 把筷子一摔就上车了 车开动 我从后视镜中看到 那个男的还站着路边看着我们离开的方向 我看着坐在副驾驶上的爸爸 欲言又止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能在迷雾中 看清事情的发展 一直以来 妈妈对爸爸的态度丝毫没有变化 依旧体贴入微 日子也过得平静 她一面是甘于现实的贤妻良母 一面的媚眼如丝的娇俏情人 她熟练地游刃于两面之间 每次在家里看到她 都觉得她像我从来没见过的陌生人 那天我们上了高铁 妈妈坐我旁边 我一路上把头扭到另一边 满脑子都是她看那个男人的眼神 说话的语气 越想越气 回去后第二天 我终于下定决心 我想了很久 才鼓足了勇气 开口问她 您跟昨天那个男的熟吗 她说 不熟啊 你问这个干嘛 我酝酿了下 干脆开门见山 我看到您和那个男的挽着手一起逛街 也看到您和他的聊天记录 还看到您跟他一起去他家里了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国庆节你天天中午都跟那个男的在一起 我都看到了 之后周末我也看到你和那个男的在一起 鞋子和零食都是他买的 估计你带回来的好多东西都是他买的吧 你还跟我撒谎 每次去见他你都撒谎 你还跟爸爸撒谎 前天下午就是跟那个男人在一起 我都看到了 我越说越激动 妈妈很淡定 她把抹布一丢 走到饭桌边坐下来说 看到了就看到了 你那么大声说话干什么 她靠在座椅上沉默半赏 双手无意识地来回摩缩着 只是脸上的表情自然 看不出她有任何心理变化 我壮着胆子质问她为什么要背叛这个家庭 你14年就跟那个男的在一起了 撒这么多年的谎 你心里没有不安吗 你要是真觉得过不下去了 大大方方说 再说 爸爸不好吗 他什么都迁就你 从来不发脾气 工资也交给你 那个男人有什么好的 你看中他什么了 你到底涂的是些什么新鲜呢 跟你爸爸过得真的没趣 都过了二十几年了 你现在才说没趣 那个男的就有趣了 说几句好话 叫你几声亲爱的就叫有趣 你自己出轨在外面瞎搞 还这么多理由 他被我的话气到 抬手就扇了我一巴掌 老子是你妈 你好好说话 狗屁妈 你怨过就过 不怨过就滚 我现在就去跟爸爸讲 我把积压了小半年的情绪 一股脑都发泄出来了 歇斯底里的冲他吼叫 不用你讲 我自己去讲 下午爸爸回来后 他们两个进房间聊了很久 我实在好奇 就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 隐约听到妈妈罗列了数条 爸爸的缺点 只字不提出轨的是 爸爸基本都在沉默 没有争吵 也没有哭闹 就像平常讨论天气那样 心平气和 房门打开 妈妈折身去厨房 我准备问爸爸 爸爸去把兽打我肩膀上 把我门外推 说 别问了 带两件换洗的衣裳 去奶奶家里住几天吧 我过几天就去接你 我执拗着不同意 想找妈妈问个清楚 爸爸拦住我轻声说 等我跟你妈把事情处理好 啊 听话 拉约二十七早上 爸爸才来接我 路上爸爸说 我和你妈已经把离婚手续办妥了 马上过年了 亲戚朋友们都要来 热热闹闹的 这个是年后再说吧 你也先别和爷爷奶奶讲 两口子日子过不下去 分开也正常 大姑娘了 别哭 我憋着没哭出声 爸爸叹气 是我们对不起你 妈妈置办了不少年货 里里外外打扫卫生 爸爸洗腊肉 挂灯笼贴对帘 浓厚的节日气氛扑面而来 可我的心冷得像冰窖 春节家里亲戚来拜年 妈妈也像往年一样热情招待 爸爸也跟没事人一样与人玩笑 他们表现的和平常一样 看不出丝毫问题 直到了晚上 妈妈在客厅看电视 爸爸坐在餐桌旁刷着手机 我一个人躲在房间 一家三口几乎没有交流 临睡时妈妈到我房间 说跟我一起睡 我心里有疙瘩 并不想和他待在一起 就去其他房间睡 拜完年 我妈妈说他已经买了出八的票去工作 我没搭他的枪 转头问爸爸还去不去 爸爸说不去了 等妈妈到了 把他的衣服系回来就行 其他东西就留给妈妈 还说妈妈一个人在那边也挺不容易的 妈妈走之前跟我说了很多 还把那男人的地址给了我 我低着头忍住眼泪 不理会他也不肯看他 妈妈走之后 爸爸才告诉爷爷奶奶说 他们已经离婚 亲戚都知道了 他们不敢问我和爸爸 就问爷爷奶奶 他们总是叹着气说缘分到头了 性格不合容易吵架就分开了 从前 他们俩在外人眼里是非常恩爱的 就连我也这么认为 甚至憧憬过这样的婚姻 可谁知他们的关系在暗处生满了蛀虫 表面看上去完美 实际早就摇摇欲坠 我始终不能接受我的父母因为背叛而结束婚姻 我的自信是他们携手一砖一瓦气起来的高墙 从前肩不可摧 可如今妈妈只动了一粒砂石 这座高墙就轰然倒塌 我觉得我再抬不起头来 觉得耻辱 爸爸就留在家里在附近工作 过完年我也回公司上班 期间妈妈联系过我 我依旧没有理会 工作半个月后我就办了离职 回到老家和爸爸住在一起 爸爸以前就不爱说话 现在话更少了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那天到底说了些什么 就这么干脆的离婚 爸爸或许猜到了其中的原因 我闲少有这么多的时间跟爸爸相处 才发现他是个温柔又笨拙的人 他将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 他已经年余五十 挺拔的几倍也日渐勾楼 可妈妈给了他重重一击 我们都心照不宣的不提起妈妈 只等时间冲淡伤痛 以前总向往没有父母束缚的自由 事情也过了一两年 我如今就只想跟家人在一起 虽然我妈妈走了 但觉得有爸爸在 心里就有万分安宁